晚上六点半,服装学院的小礼堂里坐满了人,今天晚上时装设计系在这里进行着毕业设计表演,喇叭里放着设计者自选的音页,挤在一起的关鹏、米莱、陆涛、华子和向南,看着梯形台上一个个参加表演的模特从他们的面前走过去。 华子逗米莱说,哎,我说啊,要是换成你们设计系的人自己表演,那你们的设计就全完了吧。 哎,你怎么这么说话呀,不还有夏琳吗,他就是自己设计,自己表演。 米莱斜了一眼华子,然后把头转向了关鹏。 哎,关鹏,晚上啊,你可得请我们吃饭啊,这一次可别再躲了。 当然,当然。 哎,你想着夏琳去法国,你心里一点都不难受啊。 哎,他自己非要去啊。 我看哪,他是不太爱你,你看我,哪离得开我们家陆涛啊。 那个,是夏琳跟你这么说的吗? 不是啊,是我替你这个老好人发出的抱怨。 那晚上吃饭的时候,求你替我把刚才那话再说一遍,好吗? 关鹏不依不饶,这个时候一个模特走了过来,大家在鼓掌。 华子推了推陆涛说。 哎,还要跟你说啊,馋死我了。 你若有这么多好看的姑娘,而且好看的都不带虫样的,什么时候能轮上我呀? 啊?陆涛笑了,哼,华子啊,你这老毛病又犯了啊,什么事都要先联系上自己,早晚你会被自己给气死的。 你是饱汉的不知恶汉的鸡。 华子说着,看了一眼你来,叨唠着。 陆涛还是听到了他一把握住了华子的手。 得了,你看,你看啊,有什么呀? 不就是肉做的衣服架子吗? 我跟你说,都是一帮蠢货。 华子一听这个倒乐了。 嘿,你这么一说,我心里好受点了。 华子,我觉得咱们只能抱着这样的想法看他们,因为他们与我们无关。 陆涛再次强调了一下自己的想法,然而,就在此时,夏琳出来了。 陆涛的眼光被吸引了过去,台上的夏琳骄傲而漂亮,卖着猫布,裙子被身体荡得飘向了两边。 你来和关鹏向夏琳招着手,并且和大家一起鼓着掌。 夏琳走到前面,慢慢地转身。 陆涛注意着他的眼睛。 眼睛中,戴着青春的孤芳自赏与纯真,这目光击中了陆涛的欲望。 这感觉陆涛曾经有过,但却不曾如此的强烈,强烈到甚至叫他忘记了呼吸。 陆涛感觉到喉咙被什么东西顶住了。 他知道,那是自己同样年轻的心跳。 演出结束之后,华子走了,米莱,陆涛和夏琳一起钻进了关鹏的汽车,一起去吃宵夜。 关鹏和夏琳坐在前座,陆涛和米莱坐在后座。 陆涛正坐在夏琳的背后,他用手搭在前座的靠背上。 汽车一晃动,他无意中碰到了夏琳的脖子。 夏琳回头看了他一眼,没说什么,又把头转了过去。 米莱一眼看见,笑了起来。 夏琳,我们家陆涛,帅吧,下次再看他,可不能免费了哦。 夏琳再次转过头,对着米莱笑着说。 哼,没错啊,帅的呀,跟王八蛋似的。 在饭馆等着上菜的时候,四个人面面相去,不知道说些什么。 还是米莱转了转眼睛,看了一眼关鹏,然后挑起眉毛,对夏琳说。 哎,夏琳,关鹏,他叫我跟你带句话。 夏琳扭头看着关鹏,你怎么不直接跟我说? 米莱倒是替关鹏打道。 他不好意思呗。 哼,看来你们俩关系比我们俩还好啊。 夏琳边说,说完了,看了一眼,陆涛,陆涛立刻做出反应。 服务员,要一碗浓醋了。 夏琳满意地笑了,陆涛,你喝,还是我喝。 这话说得陆涛心神荡漾,他感到夏琳喜欢她。 陆涛逗了一下机量,要不来凉碗? 米莱和关鹏都笑了。 配合得够好的呀,不用装都是天生一对的样子。 这话连米莱都心灵神慧了,他分别看了一眼夏琳和陆涛,酸溜溜地说。 夏琳斜了关鹏一眼。 到底什么话呀,关鹏,当面说说看。 看来还是夏琳更机灵,他一下子把目标转移到关鹏身上。 关鹏看着米莱,他想让米莱帮他说。 米莱用一根细筷子指着夏琳。 你男朋友想问你,要是爱他,为什么还要丢下他出国呢? 对这个问题,夏琳可以说是对待如流。 这叫什么问题呀,这是两回事。 关鹏这个时候赶快接人话说。 人家,米莱喜欢了陆涛,人家就不出国了。 夏琳疑惑地望向米莱。 米莱,真的? 这是刚决定的。 第一,我舍不得他。 第二,也不放心啊,怕我前脚一走。 哦,后脚啊,他就让别的女人给呛了。 哎,这方面啊,大家可都不是吃闲饭的。 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,米莱用肩膀碰了一下陆涛。 米莱的决定让夏琳更加肯定了,自己一点都不爱关鹏。 官鹏问道,夏琳啊,你对米莱的想法有什么意见呢? 他爸是大款,他想走就走,想留就留。 我会去法国准备了多长时间,花了多大的精力,也不会不知道。 夏琳有点针锋相对,米莱看着这两个人摇了摇头。 嗯,看来啊,你们俩的出路只剩一条了。 一条? 什么出路啊? 关鹏,关了你的公司,跟夏琳一块去法国吧。 再陪着他,看着他之余,随便学点什么。 以后啊,跟他一块回来,看上那么一家时装公司多好啊。 米莱说得很轻松,关鹏可不行,关鹏赶紧说。 那怎么行啊,我我我我。 夏琳,夏琳你看,他不肯为你做牺牲,他不爱你。 哎哎哎哎,米莱啊,今天啊,我看你要不把我们俩拆了,你却不算完呢。 我这是预防针,叫你们俩啊,在心理上有个准备,谁让你们俩都是我朋友呢? 夏琳这一走,两年到三年,谁知道这中间会发生什么呢? 要是说你们俩都会一直死等对方,鬼才相信,反正啊,我不相信。 看到大家在讨论前途事发生的冲突,鲁涛很高兴他跟上一句,我也不信。 夏琳的目光却一下子侧向了鲁涛。 鲁涛,你怎么不陪米莱去美国呢? 哎,我不知道我去美国干什么,他也不知道,我觉得要是混呢,还是在国内混更方便。 这种迷茫的态度,反倒叫夏琳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了,他望向了官棚。 可是,学时装设计,当然是法国好了。 鲁涛笑着说,我学盖房我都懒得出国学啊,你这一个做衣服的,跑法国学什么学啊? 你呀,回家买台缝纫机,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呗。 夏琳笑了,鲁涛接着打击他。 你笑什么呀?有什么可笑的?你碰的那点事我都懂,先做两件衣裳,找点漂亮姑娘,穿着拍点照片,叫人看着觉得特别顺眼,卖个高价,好多骗点老百姓的钱。 那个,最好的叫什么高级成衣的,不也就是给这有钱人做贵衣服,叫他们出门混的时候,显得跟咱老百姓不太一样嘛。 照你这么说,时装就没有文化意义了? 有啊。 骗人和骗自己的时候,尤其有用。 哎,你来,你找了这男朋友,怎么那么愤世嫉俗啊? 哟,夏琳,说不过了事儿,你想起我来了,刚才这一小会儿,你聊得这么热闹,完全当我们不存在。 哎,你想想,合适嘛,为什么不回家以后打电话聊呢? 你免得当着我们的面,有些话说起来不方便。 啊,米莱半真半假的说着,一边还狠狠的瞪了陆涛一眼,其实他是对夏琳有点不满意,当着自己的男朋友,你夏琳懂什么机灵啊? 不料,陆涛却接上了一句,米莱啊,为了谢谢你,我不得不问夏琳一句,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? 夏琳兴奋的说,嗯,我也觉得有点意犹未尽,听说你很聪明,那我说二十个电话,里面只有一个是对的,你记得住吗? 说吧,米莱的脸色一下子变了,她的声音也变得尖利。 夏琳,你疯啊,她记得住。 你信吗,夏琳? 陆涛说着,她才是疯了,因为现在她心里完全只有夏琳。 夏琳的眼睛盯着陆涛,仍然用开玩笑的语道说着。 好啊,你听好,139-118-312-832-945-79-427-227-35-46-78。 米莱听到这里把筷子往棺棚面前一扔,说道。 这饭没法吃了。 陆涛一边记着夏琳的电话,一边抽空问道。 我什么时候打? 夏琳只是旁若无人的发出电话号码,脸上还带着笑话。 139-1153-2357-907-6548-9912-746。 夜色中,陆涛把米莱送到家门前不远。 两个人还在说着刚才饭桌上的事情。 你打呀,当着我的面打呀,二十个电话一个个的打。 你不是都记住了吗? 你要记不住,我告诉你,我连关头的电话我都一并告诉你。 哎呀,你怎么了,米莱? 我吃醋了。 除了吃醋你还怎么了? 除了吃醋,还是吃醋。 我跟你说这就是个玩笑。 你找我的时候,就是因为一个玩笑。 我,我不喜欢夏琳,行了吧? 我只是再次告诉你,夏琳,她是我最好的朋友。 最好的朋友,最好的朋友刚才你还吃她的醋呢? 我不是吃醋,我说讨厌你,讨厌你,竟然没你你就兴奋。 那你觉得,是夏琳更兴奋,还是我? 哎,你是不是真喜欢她呀? 没事,直说,要不要我替你传个话呀? 我看啊,你们俩还真挺合适的。 真的? 你干嘛? 你到家了? 你听我一下。 陆涛亲了一下。 你还气不气我了? 不气了。 他说不说夏琳了? 不说了。 再见。 再见。 哎,明天你干什么呀? 明天我回我父母家,听他们指点我那个破前途。 然后呢? 晚上跟父母吃完饭以后,回我那儿。 我也要去你那儿。 你不是明天有事吗? 有什么事啊? 好好好,电话联系啊。 再亲我一下再走嘛。 陆涛又亲了米莱一下,米莱这才心满意足地放开陆涛说。 啊,再见。 哎,对了,你什么时候去我爸那儿看看呀? 再说吧。 好吧,再见啦。 再见。 这一回离开米莱,完全像是例行公事。 现在公事办完了, 陆涛感到了一种轻松。 接着,她的心又猛烈地跳动起来。 夏琳,对,夏琳,是夏琳使她激动。 陆涛深呼吸不行,她闭上眼睛还是不行。 她想夏琳,她想抽烟,她想跟夏琳说话。 不远处,一个路边的小铺在夜晚亮着灯光,陆涛走了进去。 老板,来一会儿中南海。 老板把烟递给了陆涛,陆涛的眼睛露到柜台上的一个红色的电话上。 他犹豫了一下,快速地打开了烟盒,抽出一支烟,点燃,声吸了一口,然后把手伸向了电话。 陆涛抓起电话,开始拨号,二十个电话,他都记得,但厅筒里却不停地传出盲音。 突然,电话通了,陆涛一下子变得浑身僵硬,他等着。 那一刻,夏琳刚刚下了关棚的车,说了声再见,往家里走。 突然,他的电话,响了。 夏琳走进楼道,电话仍然在响,他把双肩背从后背摘下来,从里面拿出了电话。 喂? 我,我是陆涛。 是你啊,你真能记住二十个电话? 我记住的是你。 夏琳停住了脚步,嘴张了张,却没有发出声音。 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,是坏事吗? 管他呢,他更像是新奇的事,令人振奋的事。 夏琳听到了陆涛的呼吸声。 急促,粗重。 他知道自己如何回答非常的重要。 他想说一句恰当的话,但是他想不出来,他说出了最想说的话。 陆涛听到夏琳,用坚定的声音对他说。 我也记住了你。 我在一个马路边上。 我在我们家门口。 我一个人。 我也一个人。 夏琳,我想见你,我有话跟你说。 夏琳拿着电话犹豫了片刻。 夏琳,夏琳,你。 夏琳,你在听吗? 你在哪儿? 夏琳做出了决定。 现在,陆涛坐在小铺外的马路边上,他仍然抽着烟,眼睛朝着前方不停地张望。 烟雾里他看到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,停在他的眼前。 他站起来,走到车边,拉开门。 夏琳坐在后座上,陆涛钻了进去,坐在夏琳的身边,把门关上。 我们去哪儿? 去我那儿。 门开了,陆涛进来,打开灯,后面是夏琳。 陆涛让夏琳进来,然后关上了门。 夏琳环顾着陆涛的房间。 陆涛靠着门,站在夏琳的背后,看着他。 夏琳回头,也看着陆涛。 你想对我说什么? 我喜欢你。 什么? 我喜欢你。 我喜欢你。 两个人相互看着,想说的,全说了。 这是。 夏琳的电话响了,夏琳接听了电话。 陆涛听到夏琳对着电话的另一头,正在说谎。 对,我要睡了。 嗯,我很好,再见。 陆涛的电话,也响了。 他看着夏琳。 你的电话,接吧。 陆涛拿起电话。 对,我已经睡了。 好好好,那个,明天晚上打电话。 陆涛挂了电话,抬眼看到夏琳已经走到了门口。 我想,我还是走吧。 夏琳想退缩了。 陆涛一下子冲到夏琳身边,按住她的手,把夏琳的手按在了门的把手上。 夏琳抽了一下,没有抽出来。 她的双签背包从另一只手中掉到地上,发出光的一响。 陆涛用脸贴住夏琳的脸,抱住她,问她。 夏琳是那么好,每一下都接受,却不被动。 腰挺着直直的,也抱着陆涛,让她感到,她也要陆涛像陆涛一样,一样想要。 他们同时发现自己和对方的欲望,自由而疯狂,什么都拦不住,也许那就是一切。 但同时,有些他们以前认为很牢固的东西,忽然就粉碎了。 同时,忍不住寂寞,掉下眼泪,你才会给安慰。 担心,短暂的情节,随手都可能,背影来收回。 青春励志小说,奋动。 作者许康,演播,小松,卢迪,录音师贺西平,兵集,海燕,明晚继续播出。